來看看我們雷師傅的知識 今天要突破壞人嗎 今天要做這道菜 就是在最近的網紅界 非常有名非常紅 非常紅的那個減肥的一個 減脂減肥的一個料理 叫做菜紅佛陀碗 佛陀碗 為什麼 大概就蔬食 那其實做法很簡單 我今天煮了這一鍋的糙米飯 糙米飯用什麼下去煮呢 就是用咖哩粉跟豆漿 就把它做成這樣子 看起來就是用雪白色 跟咖哩粉的那種顏色 所以你沒有放水 就直接用豆漿煮 對 就用這樣下去煮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我們其他的部分 就是要用各式各樣的 一些顏色的蔬菜 但是我們有兩種 有三種食材要炒過 三種 好 首先我們鍋子裡面 先放一點感染油下去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一個 黑色的香菇 蛋香菇 蛋香菇放下去 稍微去把它在鍋子裡面 去把它炒香 炒香之後 讓它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留一下 炒香之後 我接下來要放的是 白色的豆干 黑跟白都放進去囉 對 黑跟白都放進去了 我們把白色豆干放進去 放在鍋子裡面 你看這黑白 黑白就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 對 還是你要黑白講了 黑白講 不是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了 一樣在鍋子裡面 讓它稍微停留一下 把這個香味炒出來 好 那接下來 一樣很重要一點 我們要把這個 黃色的玉米 黃色的玉米 我覺得你今天反應有點慢 對 因為剛剛顫入空門的感覺 對 好 把這個玉米液放進去了 一樣在鍋子裡面 稍微給它拌炒一下 好 把它拌炒均勻 然後把它香味拌炒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調味之前 先放一點芝麻油 因為大概炒這個料理的部分 會放兩種油 一個是橄欖油 一個是芝麻油 芝麻油就下去做一個提味 為什麼現在放 第一個我要把這個豆干的味道 把這個芝麻油的味道 把它完全煮進去豆干裡面 那一開始放沒有用 沒有用 第二個我們等一下要放的是 昆布醬油 昆布醬油比較不會鹹 比較不會鹹 而且它顏色的是很淡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跟整個芝麻油的那種香味 還有這個橄欖油香味的 互相去加成之後 有互補作用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個昆布醬油 放進去之後 我炒豆干一樣是白色的 不會說看起來像醬油色 好 OK 我們讓它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 轉最小火 讓它在鍋子裡面 是要去把它炒香 來 邱月你剛剛說 有三種鹹汁水 除了剛剛加了肉桂那個 還有另外兩種呢 對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檸檬綠茶 那這個也是最簡單的 會建議大家就是在用綠茶的時候 盡量用熱泡 因為用熱泡的方式 而茶素它會產生比較多 可是也不要用太熱的水 可能大概70度左右這樣子 然後讓它放涼之後 就是再加檸檬下去 可以減少維生素C的破壞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橘子氣泡甜食水 這看起來好漂亮喔 氣泡水 對 其實我們都有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它就是有五彩繽紛的顏色 就是善用植化素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加了橘子 然後還有藍莓 大概10到12顆左右 然後再加一點橘子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 那個絲不要剝掉 你盡量把它吃進去 因為它是好的膳食纖維 然後再加氣泡水 然後你整杯都把它吃完 就是包含我們的一個果肉都吃完 那其實基本上這樣都可以幫助我們代謝 OK 好 所以這三種水大家可以學起來 來 你看我們今天的佛陀碗 這佛陀可以吃很飽耶 對 佛陀整個碗碗 整個碗碗 我們準備要化園了 OK 我們現在把這個 我們咖哩飯放進去之後 咖哩豆漿飯放進去之後 首先是萵具絲先把它放進去 OK 當然我們要把它排列整齊 排列漂亮一點 不要看起來就像閃閃的 就不好吃了 把這個絲放進去 鋪滿了整個在飯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紅色的番茄 也放上來 放進去 其實中醫也是 中醫親世黃白也說跟飲食 還有我們的這個保護身體相應 所以吳醫師今天有什麼樣好茶呢 我們今天想要介紹一個 藍子花草茶 那其實在中醫 這古人就很厲害了 它這個顏色跟武藏是相對的 那我們今天介紹就有這個荷葉 那荷葉你知道我們綠綠的 水中荷葉花曬乾了以後 我們拿來當茶喝 那這個裡面有花青素 那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它可以什麼 清我們身體裡面的皮絲 可以綠絲可以化水 然後再來我們用一個菊花 那這個菊花可以錄到我們的乾精 對我們的清乾明目這個部分很好之外 它對於我們的身體裡面 你如果吃進來很多鹹的 或者太更口味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代謝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山楂 那山楂的概念裡面有什麼 我們知道有這個什麼 類黃銅對不對 然後顏色 甚至裡面還有一個酸酸的味道 所以它基本上 它比較在我們中醫來講 它可以幫助你消食化肌 所以說你吃太飽的時候 不飽或者 所以這是吃飽之後 用的 因為它是酸的 所以有時候你這個飯前喝太多 你就覺得 哎呦 越喝越... 好吧 越餓 那再來我們用一個 最近常常提到的菁吟花 那菁吟花可以錄到我們的肺菁 然後對我們的清熱解讀很好 再來就是很圓的這個叫什麼 羅漢果 羅漢果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潤腸 代謝我們的腸子裡面的 不要的東西 你看我們現在靠了一點零 你看飯前飯後都照顧好了 那這一個佛陀丸 這個佛陀丸 我們剛剛把薄薯絲放上去之後 番茄 然後青花椰菜 我們把它剪碎碎的 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剛剛炒好的豆干 黑色 白色 黃色的部分 黃色都把它放進去 你看各種顏色都有了 哇 這道真的是很棒的料理 其實也不難 大家在家裡頭就可以做做看囉 試試這道彩虹佛陀丸 Q彈的糙米飯 搭配上五彩繽紛的新鮮蔬果 豐富味蕾 營養滿分 給你窈窕好身材喔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按讚 分享 看到 chang,嗎? 然後我們這個專門 分享 1700 確切片 ��? frente下 按讚